T1直籃展開聖幹大陣 抬高獵鷹對上台中太陽 首季才披著特攻戰袍的羊匠馬龍 轉戰太陽以後第一次披掛上陣 先是這顆外圍三分嘗試出手遊 再來快攻進區同樣順利得手 本季首秀希望能夠有好的表現 單靈一邊獵鷹也不甘示弱 尤其從板凳出發的呂冠廷 接著接在外線扮演騎兵 光是這一節個人三分線外八次出手 就要轟進五球 標進十七分 另外單場七顆三分球 二十七分的表現也是全隊最高 半場結束 聯姻48比47 暫時領先太陽 看到這邊 無知到大家都想問 呂冠廷這麼會轟 怎麼才一分領先 原因在於剛剛除了他之外 其他隊友沒有太多表現機會 於是到了下半場 大家也送上活力相挺 雖然第三節現實開打沒多久 阿修羅就因為違反運動精神犯規 加上背負的一次技術犯規被判出場 胡凱翔也在一次救球過程 因為馬龍推幾動作 頭部先撞到長邊座椅 之後再撞上欄杆 一路倒立不起 之後就退場休息 但這一節由德古拉在禁區展現載之力 單節獨攔十分之外 全場也有二十五分 十籃滿的WW 帶隊拉出三十三比二十二的攻勢 一舉擴大到雙位數領先 而且剛剛推任的馬龍 林衛吞了一U跟一T 整場比賽只繳出五分 提前推場 終點是獵鷹還沒有打算放過他們 超級新秀古毛維加 決勝第四節也跳出來正名勝下 單節十一分 全場十七分的貢獻 也幫助獵鷹鎖定勝局 中場一百零六比九十五 肖納晉級二連勝 同時也是對時第一次戰神太陽 文區台早可報道